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款FC的老游戏 叫野战牌 又叫眼镜蛇不对 这是一款1990年的游戏 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也差不多是90年代初 90年,91年,92年的样子 当时应该是一盘四合一 这个四合一具体有什么我忘记了 估计是我的最后一盘FC的卡带 那个卡带上好像有一个九人街霸 还有一个野战牌 还有一个是热血运动柜 还有一个是什么忘了 好像是那种打飞机的游戏 第一关好像是打兔子 当时我买这盘卡带主要是冲着九人街霸去的 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想玩街霸 我买的第一盘街霸的卡带是四人街霸 那个街霸好像容量比较大 在我的第一台FC里面 那叫盛天 盛天的兼容机 在那里边不能运行 那个四合一 我还记得有一个是四人街霸 还有一个是3D的贪吃蛇 还有两个忘记了 买完之后不能运行 我爸又给我找了一个同事家的这种游戏机 在他那一侧是好的 但是在我这台盛天的游戏机上面是不能用的 后来又上游戏店给退了 退了换了一盘 除了给换了一盘卡带之外 还换了一个机器 90年代初的机器已经很便宜了 好像才花了140多块钱 这盘卡带也没多少钱 也便宜了 我记得我在第一次买盛天的时候 是我小学四年级 四五年级 那个盛天游戏机要410块钱 买这盘卡带的那台游戏机是国产的 是国内的品牌 另外加上科技进步 容量提高 各方面都在提高 兼容性也更好 我在玩这盘四合一的时候是在初中了 那时候已经有街机版的街霸了 那时候还是特别喜欢玩街霸 关于这款野战牌 我的同学玩的也不多 那时候关注FC并不多了 在玩这款野战牌的时候也没有攻略 就是瞎玩 那盘卡带除了90街霸以外 其他那几款游戏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特别是那个热血运动会 那个热血运动会还是日文版的 根本看不懂 但是我也给通关了 我一个一个的试 后来才知道那个是商店 那个是怎么摁怎么摁 那个时候还摁的很溜 但是现在在玩 已经忘了那个感觉了 都不知道怎么摁的了 看来还是很难的 我记得有一个是牵球 还有一个是跨栏 跨栏的时候还能用旋风腿 很有意思 话说回来继续说这个野战牌 这个野战牌我大部分是在放暑假的时候玩的 现在也是放暑假 天气很热 我还记得那时候电视台放的是风神榜 就是90年代的那个风神榜 复一为演的 演的苏达基 那个时候一边看风神榜 一边玩这款游戏 我现在在回顾这款游戏 就立刻能想到风神榜 他俩在时空中是紧密连接的 他俩在时空中是紧密连接的 那个时候玩这款游戏 我也是瞎玩 英文看不懂 虽然那时候学英文了 但是他们的名字都看不懂 通过查字典可以看到跳跃啊 还有武器值什么的 另外那个时候是没有记录存储点的 只能是硬往后玩 我那时候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最多打到第三关还是第四关 忘记了 这款游戏还是挺难的 我这两天又试了一把 水平很臭 各位将就着看 纯确是为了回忆 这款游戏它有四个人 每个人的武器值 跳跃的高度 还有其他属性都各不相同 每一次完成任务需要带三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是必选的 另外两个人是自己选 另外他们这些人 根据每一关的不同 他们的经验值是不一样 经常用的人 他的经验值就高 越用越好用 现在在玩这款游戏 我差不多也是从头玩 从零玩 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 我在想那时候 我怎么那么能生磕这种游戏 现在我是没有精力 也没有时间去磕这种 偏硬核类的游戏了 你能生磕 WILH 如果读别梦 你不会一起吃 你不要 rif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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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